再來這個狗仔很可愛 但是生的風狗 還是比較遠的 比較不容易 南島一個宿舊在路邊 看到一隻茶圈 看到很可愛 就哭出來想要打磨 想不到這隻茶圈跳起來 由這個宿舊的嘴巴加下去 天坤也沾 想他來提醒 狗仔也有自己的勝負 如果沒有人來趕快 狗仔會覺得受到威懾 就會跟我們講解 我們宿舊在路面 看在這裡茶圈 他就哭下去跟我們玩 想不到這隻狗仔 向他跳起來 向他嘴巴加一嘴 我是現在要摸他 他也沒有怎樣 然後才往下蹲了一點 然後又摸了他一下 也沒有怎麼樣 之後才被咬 前生者馬上到便宜 天鵝也沾 醫師擔心感染 幫他出發最好 想不到這次想要跟我們 算經燃家中心 想醫師說每一隻狗仔 故事不一樣 還是向他接近 只如可能會去狗仔攻擊翻臉 一種比較合躍的眼光 會露出歡喜的樣子 然後會很跟 然後一直搖尾巴 然後展現出很親切的感覺 這種狗的時候呢 你比較能夠去靠近他 手衣書也表示說 這個流浪狗 他的攻擊性會更強 所以民族如果在路面 看到細粉的狗仔 最好就要離開門 都會被描述 雙方最好 都還不是